今天校長不在 所以由主任這邊來主持這個升旗會議 不過今天 我們今天兩個為什麼要不要上台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是被A的弟弟 被C的哥哥 什麼意思啊 也就是說我們是被B的 好 那這個也不重要 好冷喔 好 重點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幾個 國安的好朋友 讓各位同學各位老師 知道一下 基本上這幾位好朋友 他們來到國安已經三年了 一開始連我也不知道 因為下午評鑑所以他們就出來了 因為剛開始他們的 裝扮不是很好看 所以他們去韓國整行 最近才回來 首先我們就要介紹第一位 第一位是我們的路 路 什麼路啊 梅花路 還是聖誕節的迷路 欸 基本上 他是我們的 優雅路 看清楚這叫做優雅路 基本上是希望 念完國安的同學 你們能夠充滿 藝術家的氣質 就像畢卡手的作畫 畫畫一樣 大家看不懂 就像周杰倫 唱歌一樣不清楚 也不能這樣說 他們可是古今中外的藝術家 都非常的有才華 好吧 好吧 那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優雅路 要讓大家充滿了藝術家的氣質 好來 那麼我們介紹我們第二個 是我們的熊 熊 是台灣黑熊 還是美洲中熊 這隻叫做活力熊 大家最熟悉的活力熊 活力熊 就希望念完我們國安的學生 以後大家都能夠充滿著活力 還能夠追逐自己的夢想 可是呢 我會希望 小朋友太有活力耶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太有活力的話 我跟居民老師就會變成大忙人 關你們兩個什麼事啊 因為如果小朋友不乖的話 不聽老師的話 就會被送到輔導室來輔導 或者是到學務處去管教一下 原來如此 原來大家 上課的時候 活力太過於 不能講那兩個字 活力太旺的時候 老師壓不住的時候 你們兩個就很忙了 所以我們就活力適當就好 下課的時候充滿活力 上課的時候 要認真上課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介紹下一隻 就是我們的馬 馬 什麼馬 沙騎馬耶 不是啦 叫做 卓越馬 對 卓越馬 最主要就是 希望我們 國外的同學 大家 都非常厲害 出去國外 能夠跟外國人講 五四三的 欸 不是這樣子啦 是說 可以跟國際接軌 跟世界上的人 都可以溝通 原來就是外文能力要好 非常卓越的 好那我們介紹最後一隻 叫做自 叫做猴 猴 猴 什麼猴 自信猴 自信猴 對 因為自信猴就希望大家 未來都是一個領袖 大家都可以當國父 這不對吧 對喔 國父不能那麼多個 只能一個 而且國父都不在了 不行不行 大家都能在各自的領域 一掌長台 嗯 沒錯 誒 主任 那你一直看著我幹嘛 因為 我發現你身上有領袖的氣質 真的嗎 對啊 你看 你這裡 有領子 這裡 有袖子 所以你有領袖的氣質 就跟他們一樣 誒 誒 不過 我發現 你只能當小領袖 不能當大領袖 你自己看一下 你的衣服是S號的啊 誒 真的是S號的 所以你 S號的只能當小領袖 像他們以後會長大 會變X2號的 所以他們才會大領袖 哦 原來是這樣 那 換我考考你 考你說說看 你覺得這四位好朋友 跟我們國安國小 有什麼關係呢 誒 吉祥物啊 誒 我們 那個什麼 跟我們國安國小 英文縮寫 來講講看 國安國小 G AES 很好 有人告訴我答案了 沒錯 就是跟我們GAES有關係 首先呢 我們的G 就是我們的優雅路 G 那麼我們的A呢 就是我們的國力熊 Active 然後呢 E呢 是我們的卓越麻 也就是Excellent 然後呢 我們的S 就是我們的自信 哦 Self Compton 所以 那個 G AES 就代表著我們的國安國小 也跟我們的四位好朋友 是一起的 所以 也代表著我們國安國小的願景 也就是 優雅 活力 卓越 跟自信 也就是我們國安國小的願景啊 哦原來如此 可是我們講那麼多不小 他們懂不懂 哎呀我們講這麼清楚 他們一定懂啦 啊你考考看 好 那我問各位小朋友 請問 這一位是 G 非常棒 優雅路 那這一位是 那這一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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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好 你看 我們國安國小這麼優秀 大家都會了 老師都教得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優秀 好 那既然大家都懂了 那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對 被逼的任務就完成了 那就 我們就接下來就交給我們的 居民老師 我們